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医师您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美要从里到外从上到下 那么新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就来照顾一下大家的头部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您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管是男性和女性都会遇到说有脱发掉发头发稀疏这样的问题 那么就首先来请教一下孙医师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有头发的问题 那么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好的 这个现象实际上非常非常普遍 那影响到男士也影响到女士 尤其女士们会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女士对自己的外貌方面很早期就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那这个头发系数呢 从几个现象开始 第一这个落发会比较快 有人疏头发会很多头发掉下来 然后再下来这个头发会比较短 这个长度比较短缺长得比较慢 也比较粗糙 然后这个法治本身的这个比较脆弱 而且这个发现往后移位 再开始会点早期的兔子的现象 这个的确是个非常烦恼烦恼的事情 因为在镜子里我们看到自己呢 跟我们心中想象不一样 会马上让我们觉得我们老了很多 这是大家很困扰的事情 男生女生都是这样 在我的发现里面呢 通常女生会比更早期注意到这个事情 男生通常往往等到有比较兔头的时候 才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往往见到这个女生 会先来去看医生 那这个原因呢 事实上有很多种 通常这个最最很多原因是 可能跟年龄最大的最主要有关系 再来呢 随着年龄 我们这个荷尔蒙就有些变化 那我们头发这个发根呢 对某些的荷尔蒙的一些 会比较更敏感一些 所以有一些攻击性的这个 攻击它的发根 让头发脱落比较快 但是遗传也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二十三十岁就开始了 尤其男士们都可以开始 再来这个荷尔蒙的流失 随着停经这方面都可以变化 有些微营养的这个 不均衡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不过有时候 往往做一些检查的时候 有时候都查到原因 有时候不一定能完全查到原因就是了 您看孙医师 我们说到这个脱发 头发比较稀疏比较细 然后还有这个脱发的问题 其实市面上一定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法 我们请教一下 您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有什么 好的 事实上这个方式真的很多 然后很多人都是不同的方式 简单来讲 分成两类 一个是手术的方式 第二是非手术的方式 那手术的方式呢 主要的概念呢 是让这个移民 把这个 一个国家人口不够 我们把新一批移民进来 那么这很适合中期跟晚期的 这个西法的现象 基本上已经有所谓的棒球长的现象 这个是 可能是最需要的时候 但是手术它的考量 它的风险 并不是大众普遍的消费者 走的第一步就是了 那再来呢 是非手术的方式 非手术的方式 非常非常多 首先呢 有口服的方式 有这个处方的跟非处方的 处方方式呢 它的确有效 效果很慢就是 而且要长期使用 药不使用之后 它的效果就消失 另外有些口服的 所谓的维他命跟抗氧化素 有时候也会帮助一些 可是道理也是一样 需要长期使用 再来有X的 那X的大概最有名 叫做Brogant 或者Minoxidil 这的确有效 可是它的吸收很有限 而且它并没有真正改变 这个头发的问题 有一个新的方式呢 叫做属于血清 叫做PRP 这方式的确有效 它的主要的目的呢 是帮助血液的 这个里面的维修感 可以增加 可是这个治疗 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就是说 这治疗次数要非常多 做五次六次 或者十次 这个很多消费者 无法承受这么久的治疗方案 因为这些考量呢 所谓的消费者 都在寻找一个 非手术的 治疗期比较短的 比较完整的 更有效 然后比较基本 根本改善这个方式 那我们这个 我们的兴趣 我的个人的兴趣 是多年来自于 这个研发跟 综合性的一些治疗 为这次我们研发 一种技术 叫做Hair Regrowth 所谓的 比较适当的名词呢 我们可以就简称为 所谓的光活 这个头发再生术 这个技术 光活头发再生术 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 在提到过的 有一些 这个光活的一些 其他的治疗方法 听起来有一些相似 能不能请孙医师 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是一种什么样的 方法和概念呢 是 所以这个头发方面 事情的话 这个Hair Regrowth 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综合性的方案 它主要的目的 是帮助我们这个头发 让它头发更健康 恢复它的健康值 恢复它的活力 然后同时让它 因此因为这个原因 让它减少 这个头发的稀疏 它这个可以 让头发脱落缓慢 然后刺激头发再生 增加右发 也可以让它发现 延缓的往后退 然后增加头发的密度 然后更重要的是 当然可以预防 早期的兔头的现象 这是一个综合性治疗 它利用所谓的 再生医学的原理 综合四样方面的事情 首先我们综合所谓的 干细胞的治疗 支撑干细胞 再来配合所谓的因子 这个因子有分成两种的结合 一个是自身的高能成长因子 第二是所谓的 期待的高功能的因子 第三配合所谓电动的滚笼 或电动微针的治疗 第四再配合冷激光的 一个配合的 造成血液循环增加 干细胞再生 因子的数量提升 跟免疫系统的再生 跟增强来恢复头发 它的健康度跟活力 请教一下孙医生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头发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生长周期的 大概在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头发的确是会自然的脱落 那这个是不是和人的 这个衰老的过程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年纪越大 可能这个脱发 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 抗衰老的治疗 我们 是 这个原理呢 事实上在综合医学里面 是一个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目的 是让血液循环增加 让它干细胞增增加 它的因子角色在扩大 让自身的免疫系统增加 所以这个治疗是 事实上从我们体内的治疗 移转过来的道理 那在这个头发上的治疗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是让治疗的效果 能被锁在这个地方 而不要散掉 所以治疗的技巧上面 我们做治疗的时候 必须遵守一些 组织工程的医学的道理 让它集中在这里的发酵 说了这么多 我想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定非常着急 想具体的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治疗的过程 是怎么样的 请教一下孙医师 好的 这个治疗过程呢 这个我首先我先退下 讲一下这个治疗 跟其他治疗 什么不大一样 因为可能很多人 会问这个事情 没错没错 首先这跟手术来讲的话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手术目的呢 刚刚所提过 是一个移民的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人 我们一批新的进来 那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手术的方式呢 并没有基本改善 头发本身的问题 就是说头发的衰弱 移民是不改变的 不但而此呢 这个太早做执法的话 很多剩下来的头发 它都会衰弱得更快 因为两个在竞争这个营养 所以这个非手术这个方式呢 黑伯格主要是一个救法 把他救回来 增加他的活力 让他的健康的恢复 所以这两个概念 完全不一样 而且也适合不同阶段的人士 当然没有这手术的考虑性 所以很多人会考虑这方式 第二跟加菲 相比的话也不大一样 首先这个当然比口服 当然比较更彻底有效 当然比XL更维持更久 第三跟血腥来比的话 它的更完整性 而且会治疗的时间比较短 也比较迅速 所以这个很多是一个 大家一个受欢迎 一个治疗方式 其实说到手术的话 这个执法 如果有人曾经做过呢 会知道这个执法的过程 其实是蛮复杂的 而且其实相对的有一些 有一些疼痛在里面 它恢复期的时候 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而且并不是这个成功率 真的就这么高 就像孙医师说的 其实如果不改善自身的状况 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那这样看起来呢 我们这个Helry Bro 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替代的方法 是 是一个考虑的方案 没错 好 现在我们要修行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和孙医师 一起来讨论 关于这个Helry Bro 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过程 我们广告之后见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洲台 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 是著名的医学整形 美容方面的专家 孙国点医学博士 我们和孙医师在上一part的节目当中 讨论了关于如何来用非手术的方法 解决这个头发西疏 秃顶的这个问题 孙医师您看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 这个Helry Bro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么请您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整个治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好的 所以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组织 工程医学或再生医学的方式 让这个头皮或者发根能受到这个再生跟修复的能力 那这个角色里面我们使用四个成分来帮助它 也是说用细胞因子 然后用刺激跟光的方式来帮助它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们做之前要做一些诊断 确定有没有其他原因造成这个脱发西疏原因 我们做抽血检测或咽尿 它查的荷尔蒙跟着营养素 有时候可以查基因 看年龄层次 然后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分段 通常分两次到三次治疗时间 每个大概四个礼拜的时间 那首先我们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要画一个图 了解这个 它的头发的分布的状况 然后再施予麻药 然后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要体练一些事情 体练一些血液干细胞 然后体练学的所谓的因子 把它浓缩之后 这个因子再配合体外的因子 所以我们通常会往往使用 所谓的这个期待的因子 这个期待因子的功能跟数量 比我们自身的高更多 然后再结合一些一点的 一些藤架跟营养素 然后做以注射 注射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微针的治疗 刺激更多的血液循环 然后配合冷激光的一个治疗 刺激它的恢复等等 所以这个治疗呢 好像很简单讲 像个农夫一样 我们要施肥 然后放种子 然后翻涂 然后阳光 道理是这样子 那治疗完之后呢 头发做完的时候呢 过大概一两个礼拜呢 前面开始会有点落法的现象 之后就不会 然后过差不多三十礼拜 头发就开始比较好 它落法现象就比较减少 第一 第二头发会比较亮 比较粗 早上比较快 然后慢慢开始会诱发的产生 然后发现往后移的现象 也会缓慢或停止下来 然后过一月之后再做第二次治疗 这方面 所以这是一个蛮完整的 非手术的完整的 然后迅速的一个治疗方式 比其他方案都不大一样 而且它是利用这个抗衰老医学的机理来做的 所以这样的话看起来是一种更自然的 一种更好的方法 您刚刚提到分成三到四个步骤 大概几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一次的治疗完成 那么通常以您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通常的人会需要有几次 能够看到比较好的效果呢 对 通常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血腥治疗来比 通常血腥要做五六次在我经验上来 这通常在两三次效果就不错 而且它效果比较多 而且比较久 这很重要 当然这个任何活东西都需要继续的营养的维持 那我在做多年的临床发现 跟基本科学的认知 我们知道这种再生或者组织工程医学 或者再生医学 很重要的是我们体内的本质的保养 里面的营养素 抗氧化素 自由基 荷尔蒙 本身条件要好 然后要配合才会长得好 要不然我们做这个治疗 假设本身的本质它营养不足 或者是体重下降 这个活的东西需要靠里面的继续支撑 假设两方面都要配合 所以为什么做治疗的诊断 跟这个会谈蛮重要的 请教一下孙医师 同样的所有的治疗都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 那么像我们这种治疗的方法是适合哪些人 男性 女性 有没有特殊的年龄短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最好的问题 我们以前都谈过什么人适合 跟尤其什么人不适合 在我的经验来讲 这个治疗是非适合很多很多人 尤其是和早期的 或才进入中期的现象 不论是女士 尤其是女士跟男士 那比较不适合的就是中期以后或晚期的现象 这种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情况 有些男士们他已经是晚期 他说孙医师我头发已经凸 我还想做这个治疗 基本上头上已经是棒球场 就是没有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只好做手术 已经来太晚了 不过很多男士通常往往等到这个时候 才想起说原来是现在来做 当然在人的文化观感上来讲 男士往往秃头 至少早期还可以接受 女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女士们很早来就医 我也可以谅解 所以我鼓励男士们也早期就医 这样这个非手术也可以考虑 而不要等到已经棒球场再来找我们 因为这时候我们只好做手术 其实脱发的原因是蛮复杂的 所以是有很多是比如说荷尔蒙的改变 压力的改变 那或者是头皮状况不好 可能都会也会有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感觉我们这个利用了 这个抗衰老医学和组织医学 各种方面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方法 其实是可以适合大部分人的 这样说吧 这个治疗的话 所以不但恢复头发的健康 恢复它的活力 所以头皮上有一些情况有时候也会改善 头皮上头发会比较痒 头皮炎或者是头发比较油的人 都会比较改善 所以这是一个健康头发的一个治疗 让头发更健康更有活力 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执法而已 所以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那您看这个治疗的过程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恢复期呢 大家需不需要预留很长的时间 再去见人 这恢复期其实没有什么事实上 我们做完的时候 头皮会点蚕 可是看不大出来 因为这没有麻药的关系 然后当年晚上 我们就可以洗澡的没有问题 可是洗澡之后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太强的这个shampoo 我们用一些简单的用水 然后清水洗就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头发 很多小洞在上面 第二天就没有影响了 然后做完以后 前一两个礼拜会点落发的现象 是正常的 做治疤也会这样 事实上落发的现象 这是它比较微弱的头发 它的发会弹出来 这是正常的 不过30秒头发就开始比较好 第一个现象改善的就是 落发会减少 很多女孩子知道 她梳头发再过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她说现在头发 没有像以前落这么多了 她很高兴 在下面阶段呢 就是说 头发会长得比较快 她会发现 然后长得比较粗 还会长得比较亮 然后在最后阶段 就是会有右发产生 这个右发 这种右发 它是长不长的 很多人会说 好像 好像很多小毛跑出来 baby here 这个右发 长出她们就很高兴 这个是比较 再往后面的发展 这样因为这样的话 她的发现就比较不容易 继续往后退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原来的森林 稀疏以后 让这个森林看起来 更绿 更强壮 更粗 长得更高 而且不要死去 这是一个剑法的一个治疗 其实就像孙医师提到的 刚刚一开始出现头发的问题 就像我们普通肉眼可见的 这个发肌腺后移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就要开始做预防了 马上就要开始进行 这方面的治疗 会比较好 没错 早期的话的确方案很多 而且大家都可以考虑 我们从这个疼痛感方面 来做一个比较好吗 孙医师 有很多 其实说到这个头发的治疗 可能有些人会害怕 因为其实头皮还蛮敏感的 所以请教一下孙医师 像我们这个Hairy Grow的话 痛苦怎么样 还好 这个传统的在头皮上治疗方式 假如用血清治疗方式 通常是直接注射 这个真的是蛮痛的 因为没有经过麻醉 是不大舒服 那这个治疗 我们讲的是一个农妇治疗 我们要施于细胞因子 然后还要做这个 所谓的电动果能 或电动维珍 然后做冷激光 所以这个麻醉要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麻醉方式 事实上的做法 是我们说是用同样 做执法的同样的麻醉方式 所以我们先做治疗 先画图画招 要放一些麻药 这麻药这个 前几分钟我感觉一些 之后就麻了 麻的时候感觉像头上戴一个钢盔一样 戴一个小帽子一样 感觉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针 我们怎么扎 你基本是没有感觉 所以只要麻药做好之后 你基本上头皮是没有感觉 这样我们再方便 我们后面的 后面的这四个治疗 就是注射电动滚轮 或电动维珍 然后冷激光的配合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大家可以放心 这个没有太多的疼痛 这个比传统事实上好很多 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也是要看这个 本人自身的状况 就是说的确要是 本人自身的状况 相对比较好 那个手术的 就是治疗的效果才会更好 那么相对 比如说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么他们觉得 头发细数不太好看 一样想再做这个 是不是也可以呢 只要它属于早期 或才进入中期 都可以治疗 那么任何活化的治疗 都需要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你本身的内部活得要好 你本身内部活得不好 你外面活得不好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假的东西 不是像我们做胸部 做鼻子 做下巴 这个是跟你身边没有关系 可是活化的东西 都要靠本身的配合 调整调和 所以为什么做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些诊断 面谈 了解它的过去的历史 然后有必要是要做一些检查 尤其是查你的营养素 抗氧化素 自由基 克尔蒙 这最基本的 然后检查一下 看人家做平衡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不但是头发会好 头皮会好 身体会比较好 这是连贯在一起的 所以比较更完整的 整形病人的医学 现在并不只是一个 外观的改变 而是内外合并 真正的健康美丽 这才是对的 跟平衡的 没错 要不然这是短正的 没错 所以说这个 这个Hairig Road的话 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 年龄方面的限制 但是就像孙医师提到的 必须要资深的这个 相对状况要比较好 那其实也是一种 从里到外的这个调节 来帮助你达到一个 很好的 变得更年轻的 这样一种诉求吧 是 好 今天谢谢 谢谢孙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给大家介绍了 这么好的方法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我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